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二集 电商支付方式 土耳其电商订单信用卡支付占比高达90% 是最常用的支付方式 而约有5%的用户使用货到付款COD及电子券 这些数字说明土耳其人在消费观念方面一点也不保守 支付习惯倾向于欧洲用户 2013年开始 电子钱包等第三方支付在土耳其逐渐兴起 但未成主流 2015年 土耳其要求第三方支付公司必须为土耳其本地注册公司并获得相应的支付牌照 PayPal也于同年退出土耳其市场 中国为最大进口国 中国向土耳其提供了244亿美元的进口产品 包括从汽车到直升机等大型复杂商品 土耳其的其他主要进口合作伙伴是德国225亿美元 俄罗斯122亿美元 意大利108亿美元和美国104亿美元 互联网用户特点 A 互联网用户保持稳定增长 渗透率高 B 互联网用户主要以PC网名为主 C 互联网用户在线时间长 近几年土耳其的电商用户爆发式增长 目前电商用户数约为互联网用户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土耳其电子商务用户约为1800万 占土耳其总人口的20%以上 土耳其的互联网普及率目前为64 9 位居全球第七 到2021年应达到74 3 智能手机普及率略低51 8 但预计未来四年将增长至69 5 主流社交媒体 52%的土耳其消费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月套餐 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是当前领先的社交媒体 2017年 土耳其的广告费用在23 7亿美金